你没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了 假期的时候嘛 我们是以前高中的同学 假期约了帅一块喝 而且之前也有男生 只不过提前回家了而已 然后最后就剩我们三个 就因为这个理由 你就不让他去飞吗 不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呢 他一群人可好了 他好多好多前女友 和人家那关系还都特别好 怎么个特别好 其实分了以后也没怎么说过话 但是微信怎么还在 人都没说过话没联系吗 你借钱给人那事 你说一下 说吧 那不说也不行啊 你到这儿了 你完全是那个 这就属于那个 带着证据来的你知道吗 你借钱那事你说一下 他其实把它翻译过来说 你把借钱给你前女友那件事的 前因后果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这事已经不用说 我们知道他把钱借给前女友了嘛 你就小小气气地说一遍吧 就有一天我刷朋友圈嘛 然后看他发他差一点钱买东西 然后我想着正好刚发生活费嘛 就转给他了 就也没说什么别的 就当成一个正常朋友了 就他发了个朋友圈 说我缺钱买东西 差一点钱 你就把钱转了 对 没有当前女友了 就正常朋友嘛 我差点钱买东西说咱不给我转钱呢 就给人转 咱们天天在一块怎么没钱 那你天后在一块给他转钱 不是 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翻条手机 哎呀 手机 就没有三 聊天记录的习惯就 哦 好 好 倒是坦道 你没钱你跟他说他给吗 我不会跟他说我没钱 人家也没跟他说 人家就发条朋友圈说 哎 我最近缺点钱 啪给人把钱转过去了 我一天暗示你那么多遍 不见你给我转点钱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 你不是喜欢看他的记录吗 他在这记录里面 除了他前女友说缺点钱之外 还有其他朋友说吗 好像没有 没有人找到这个 其实要是有科学性的话 应该看看其他人这么说 他转不转 你像我们要这么说你转吗 应该不会吧 好好好 你像左老师那样的美女 要是说你转吗 转 你看 倒是坦的 所以这就是女孩担心的地方 是吧 可是你喜欢的 不就这么一个男生吗 就是我俩每次一吵架 因为这些事情吵架 他就还是挺体贴的 而且就认错认得非常非常好 特别虚心地认错 但是坚决不改 他这个坚决不改 就是他喜欢跟异性 在一起交往还是胡来 喜欢和异性交往 而且我觉得他想找备胎 他为什么想找备胎呢 就是平时我们俩一块出去 比如说吃饭啊 到处玩一玩 拍点照 然后呢他发朋友圈 然后那天我发那朋友圈一看 点开那个屏蔽了谁 有他前女友 然后呢再往前 发我俩合照 再点开看一看屏蔽了谁 就没屏蔽谁 就是只有我和我的朋友能看见 别人都看不见 就我俩刚在一块没多久 就因为平常可能比较 内向比较害羞嘛 那我就只想让关系比较好的人看见 就也没什么别的意思 那上月9月7号 你屏蔽你前女友是为啥 9月7号屏蔽了前女友 是为啥 这都带着时间的 就差地点了 来 人物也有了啊 为啥 这个是我错了 你干了什么 就和他 发和他的 然后把前女友给屏蔽了 就算了